在06式斜行剧基础上增加凯夫拉材料的护颈和护肩 前后均增加5公斤防弹插板 可以防御7.62毫米口径枪弹的侵袭 在南苏丹非法武装分子对中国违和步兵营的袭击事件中 我军06式加强版防护装具接受了实战检验 92式运兵车里的士兵在几乎零距离的情况下 直面排击炮弹的进炸威力 其中有5名士兵活了下来 我军防弹衣的性能可见一斑 最近有海外枪有对我国的防弹衣实弹测试 你可以关注迷彩虎微信号 回复防弹衣前往了解 有人吐槽我军为什么不大批量列装防弹衣 难道是我们漠视生命吗 显然不是 首先防弹衣一般配备上战场的前线部队 我国一线的军警也都有配备 例如驻南苏丹步兵营不仅配备了制式防弹衣 而且还是防护等级很高的加强版06式防弹装具 美军也是如此 不上战场的部队一般都不配发防弹衣 因为没必要 其次防弹衣是消耗品 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一样 也是有保质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